西方有情人节,国内有栖息 牛郎之女多年前雀桥相会的痴心 今时今日,情人们争先效仿 对彼此的渴望更胜一筹 飞机,火车,地铁 比起万千鸟却组成的血肉雀桥 如今见面可比以前容易太多了 当然,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之下 情人们的节日又何止这两个 什么愚人节,儿童节 甚至连520这样蹭个谐音的普通日子 都可以承载轻易满满的爱情 法国曾在2011年对全法收发的 9万多条手机短信内容进行统计 结果显示出现最多的次组是 我爱你 其次是我不知道 这或许不能意味着我们真的知道爱情 但这一定可以证明 在21世纪的今天 大家上下嘴皮子一颗 都能轻而易举地吐露出 我爱你这三个字 毕竟在淘宝上买个东西 都会有客服说爱你 同时之间打个招呼 都能被叫做宝贝 遥想父母一胆 连牵个手都惊绝乐曲 有些老人终生没有说过 我爱你这三个字 下目数时还要以月色真美 这般含蓄的方式疯狂暗示 爱这个字眼 在今天其实早已驱昧 即便它仍旧珍贵含有 仍旧被人们追逐 却不再被人们珍惜 那么手机前的你 到底对多少人 说过我爱你呢 90后作家方慧 曾写过一则短篇小说 叫做《手机里的男朋友》 讲述了一对异地恋的男女 由于长期通过手机 微信交流 以至于一年后第二次见面 女方发现 男友和自己长久以来 想象的模样天差地别 根本不能接受 也不能正常交往 小说有意思地在结尾 当男生离开女生所在的城市 两个人再度恢复线上交流时 女生竟然能完全屏蔽 两个人见过面的事实 继续将爱意 倾注给冷冰冰的电子屏幕 这种故事 其实已经很有代表性了 网恋在今天已经成为 独居的都市青年人 找到另一半的渠道之一 很多时候 一段关系的确立 甚至连面都不用见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 匪夷所思的新闻 比如下面这些 金山一男子网恋 被骗47万 骗他的女友竟是壮汉 聊天曝光 深圳男子网恋一年 被骗8万 妙龄女友其实是 小伙网恋三年 被骗16万 一查 对方三年前就去世了 想来大家脑子里出现的问号 跟我一样多 网恋不视频吗 不见面吗 不语音吗 转账这么轻易吗 为什么会被骗 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 是史无前例的汹涌 对于有些人而言 被爱是一种奢侈 就像饿极了的人 突然看到水 即便里面下了毒 也会毫不犹豫地 一言而尽 是 我们的娱乐方式变多了 但同时 个体也在变得更加孤独 在碎片化的生活里 我们难以和其他人 产生深度的交流 从而更加渴求 一对一的爱情 它会是我们 抵御孤独的最佳方式吗 当爱情进入数码时代 这个世界上的相爱方式 像是细胞分裂一般 像这个世界 宣告它的繁多 你可以喜欢异性 也可以喜欢同性 你也可以都喜欢 你甚至可以喜欢一个物品 日本早有先例 35岁的宅男 静腾显艳 选择和二次元纸片人 结为伴侣 还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如今晒出了结婚周年照 似乎也挺幸福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 独身主义 开放式关系 还有日益进入大众视线的 SM虐恋 但不管你属于哪一种 你的感情 或者说爱情里 一定少不了 依托微信 网络 手机 尤其是对于那些异地恋 或者忙于工作的情侣而言 即便是天天能见面的 普通情侣 想必很多人也面临过 另一半的灵魂拷问 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说来有点玄乎 爱这个字眼 飘忽 朦胧 千百年来 没有一个智者能拍胸脯说 自己能给爱情下个注解 可偏偏我们在亲密关系里 总在想方设法 证明你爱我 每年七夕情人节 热搜上总会有一个 模范男友 女友的投稿 他们打造出一个好的标杆 勾人们拿去 折磨自己的另一半 转账 节日送礼 记得每一个纪念日 再不济 消息秒回总可以做到吧 对于今天的人而言 似乎我们在一段感情关系里 投入的时间和金钱越多 越能找到那个 衡量爱情的尺度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托尔斯泰曾说 幸福的家庭大多相似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 今天我想套用一下这句话 恋爱的模式大致相似 分手的理由各有不同 最初一定是在微信 或者其他通讯工具上 聊得火热 你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经历 去了解彼此 充满了分享欲 什么话都能接上 时间那么大 但你们好像能看到的 只有彼此 任何的点滴 都值得拿来分享和回味 部分人还伴有食欲消退 睡眠减少 患得患失等症状 热恋期大多维持在 一到三个月 在多巴胺的分泌之下 你会体验到一种满足感 这时 当你和朋友相聚 任谁都能从你的荣光焕发里 看出你正处在一段 甜蜜的恋爱中 但随着相处的深入 有些人熬不过热恋期的泡影 看待对方的滤镜 已然破碎 这段关系也就随之终结 还有一部分人 进入下一个稳定的阶段 激情终将褪色 满足于此的人 享受着平静与依赖 不满足的人 做出的选择也不禁相同 我这么说 并非张口就来 有网站在2015年 对一亿条情侣间的短信 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表明 在进入一段情侣关系后 男人在前三个月 发的消息更多 六个月后 女人发的消息更多 女人平均回复短信的时间 是2.5分钟 而男人则是4分钟 接近两倍的数字 无怪更多时候 你怎么不回我消息 是女人提出的质疑 当然 在一个数据上 男女是平等的 那就是 随着两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 短信的字数 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谈过不止一段恋爱 可能对此的感受会更明晰 这也是为什么 会有情场老手这一说法 如果你发现 自己的另一半 挑不出任何毛病 他细心周到 懂得进退 记得你的生日和喜好 先不要庆幸自己 拥有百里挑一的爱情 也有可能 是因为他的前任教得好 正所谓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爱情有数据 有规律可以遵循吗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 不然 我们如何被情歌打动 如何在和朋友的分享中 得到共鸣 但一个热恋气的人 一定会坚决否认 在他们心里 自己的爱情 是如此的独特和唯一 罗兰巴特对此 一定会说 还有什么比恋人更蠢呢 极度 疯狂 痛苦 辗转 胶着 绝望 快乐狂喜 颠三倒四 大起大落 一场恋爱 足以让你把以上的情绪 在短时间内体验个遍 1975年 我最爱的法国作家之一 罗兰巴特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开设了一门课程 以哥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为分析对象 给学生上课 没有高深莫测的学术 而是通过名著内 年轻恋人的相处和交谈 以学生探讨恋爱百态 这是名副其实的恋爱课堂 两年后 巴特把自己的感情经历 融入到这种分析里 写下了不朽的爱情名著 恋人叙语 这本书非常之神奇 没有启程转合完整的故事 也没有清晰立体的人物 借着象征和符号 把恋人和爱情的神秘世界 用一个个情绪的碎片 舞台式的场景 和行云流水般 喃喃的文字 展现在我们面前 就拿我自己举例 在一段感情关系里 我对男友的最高夸奖 永远都是可爱 你真的太可爱了 虽然很奇怪 但是脑子里 就是会不受支配地 蹦出这个词 为了证明 我不是为了夸恋人叙语 而在这儿胡编乱造 我选择贴上 我本人的聊天记录 在和朋友交流时 发现这并非我的个例 虽然在一开始时 我总以为 这是我一个人独特的暗号 但在知乎上随便一搜 大把的人 跟我有一样的困惑 男孩们 小心翼翼地提问 女生回复你好可爱 是什么意思 打开恋人叙语 阅读的过程中 我其实非常哑然 因为里面 恰好有一个章节的题目 就叫做真可爱 罗兰巴特认为 当一个人说不清 自己对情人的爱慕 是怎么回事时 恋人们就会使用 可爱 这样一个呆板的词汇 这其实源自于 我们在谈恋爱过程中的 奇特逻辑 对方在我们心里 有一个审美上的幻觉 我们会经常在某一个瞬间 感觉到对方的完美 同时会因为我们选择了 这种完美而感到自豪 当我们说出真可爱时 我们所感叹的 没有任何具体的优点 只有感情融住的整体 我们爱上对方的什么呢 我们如何爱上对方呢 是什么微不足道的瞬间 令我们心醉 是抽烟闲聊时 插开的手指 是一个笑容 是他身体的触碰 我们迷恋对方身上的 什么东西 但这个东西 恰好是不可琢磨的 我们自真俱拙 搜场瓜肚 无法确切表达 这一种爱欲 语言磕磕绊绊 憋了半天 最终只能挤出一个 空泛的字眼 可爱 并且在我们的感情关系里 不断地诉说和重复 迷恋的情愫 构成了情话 同时也孤死了情话 不然一句我爱你 怎么会贯穿 人类的表白时呢 罗兰巴特 最终给可爱下了定义 在我们说 另一半可爱时 我们实际上是在说 这是我喜爱的 也就是唯一的 在拉丁文里 可爱 确切地翻译 更能指向一个清晰地表达 是他 确实是他 我有一个朋友 跟我形容 爱情是一种 近似于发烧的感觉 烧糊涂了 什么也做得出来 疫情期间 我见过最扯的新闻 是一个男的 为了陪要隔离的女友 不惜谎称自己来自疫区 被警察识破后 打伤了四名执法人员 这种恋爱中的疯狂事 实在太多了 无需赘述 当我们在说谈恋爱时 我们的谈 可不是坐下来 面对面聊爱情的话题 而是一个延续性的动作 语言是非常微妙的 大量的情绪和精力交换 造成他懂我 理解我 他是我的灵魂伴侣的解读 这是很多人 迈入恋爱的第一步 我们到底为什么 会爱上一个陌生人 除了他那些 真实存在的优点 往往我们爱上的 也有自己构建 和迷恋的幻想 他或许会成为 一个理由和借口 让胆小的人 变得有勇气 让悲观的人 变得开朗 让抠门的人 变得大方 一段会被称之为 美好的爱情 必然会带来 恋人的转变 而关于什么是爱 罗兰巴特在书中 举了一个风流名士 和妓女的故事 某风流名士 迷上了一个妓女 而他却对她说 只要你在我的花园里 坐在我窗下 等我一百个通宵 我便属于你了 到了第九十九个夜晚 那位雅克站了起来 斜着凳子走开了 在这个故事中 虽然没有表达爱意 但等待的形式 却彰显了爱的状态 爱就是那九十九个夜晚的 等待 想象 拉锯 忍耐 痛苦 快乐 而不是第一百个晚上的达成 爱是我要得到你 而非我得到你 所以爱情会消失吗 坦白来说 激情会 好在 爱情里不只有激情 只有激情的爱情 必将走向分离 聪明的人会想着如何维系 但至此栖息佳节 还是享受为先吧 恋人虚语 其就其在 不管你站不站在恋人的角度 去审读这些虚语 你都会觉得 这里面充满着映射 自己平时无法察觉的鱼形 被罗兰巴特抓了个正招 但同时 这种阅读的感觉 又是欲罢不能的 那些被视为珍宝的 独属于两个人相处的细节和情感 被罗兰巴特的语言描述出来 是一种过电般的宠温 是的 我们就是这样爱过的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